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用轻水机来喝那些症血网和平时喝轻水呢 哇 是再化了几倍呢 那些血的密度啊 尿酸啊 胆固醇啊 那我一直说 其实轻水是去份子小的 很容易吸收的 那大家其实真的要试一下的 不是贴你一千多元 这个是市面上出兴最厉害的一部 因为老实说 我可以买的东西 你们不用想太辛苦了 我尽量都一定要跟出品的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 我特别厉害的 轻水机 我就买吧 我就买吧 到处也有 衛康百家也有 封闸也有 这一节呢 我首先在讲新闻之前就想一下 其实我也觉得AI人工智能呢 当然这个会克服的 我们也知道的 这个盲点 AI班其实我们是一直有的 我很少说的 那我下星期就整理一下 跟这18天夹一下去什么时间 因为很多人要我开中班 因为要开初班 那其实呢 他这个决定 我们当然知道 为什么呢 话说 我今天就收了 Alex 就是他跟我们的AI班的导师 就用我啤梨的视频 做了一个 预测 用星盘 就是西洋 星座等等 预测 Donald Trump 和何锦麗 究竟谁能够当总统 那他们呢 分析了一大论 分了两分钟的影片 就是那个假啤梨 AI啤梨 最后得到的conclusion就是 因为哪个的清盆 因为执行能力 和各样东西 所以就认为何锦麗能够当選的机会 是大大的 就是压一的 那真相是怎样呢 那个AI啤梨就说 到时看看真啤梨和 真林康正会怎样说 那 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出现 AI 很明显 因为他们为他的东西呢 是在主流媒体 他自己去找的 是 是 所以才会有 因为特朗普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 他呢 是有讲没有做的 讲话是不会兑现的 我们看过特朗普四年总统呢 特朗普 是兑现选举政纲呢 那么多人总统以来 排行第一的 他兑现了八成多的政纲 他要做的事情 有那成多 他不是不想做 是做不完 例如 他说要建围场 那你 你阻止他嘛 做不完 那 这个是讲话没有做的 而他说 因为 声在天明在 他人是怎样 啊啊啊啊 他 他 长袖羡慕 和别人 很有沟通力 知识广播 和他的执行能力很强 所以呢 AI啤梨是认为 他的机会是大的 很明显 这些对他的形容 你就知道是 因为 你喂了些料给他 所以说 他说 AI 是不是 这个缺点 我们现在就知道 他的缺点 但是 他这个缺点 是因为 现在的报道 那些媒体 甚至乎 他们会scan 那些媒体 不让他们去吸收 不让他们去search 不让那些机械人 去找那些资料 来看 所以你就看到 咦 为什么他说 特朗普 常说大话 只有空谈 啊 那我就觉得 啊 anyway 就是你啊 他总有一天 我觉得 会改进到的 你做人类 又不断要想些东西 去限制 AI的发展 刚刚拿下背掌 AI是很威風的 他那个AI的发展 都说 很担心有一天 AI会反逝 人类 其实也不用担心 不要说 好像智慧电脑 要消别人类 即是 待你的工 你都大了 待你的工作 待你的工作 我们这些审美国普通 即是昨天我看到 摩联律真的很兇 我也很兇 我都很兇 这样也赢不到万元 但奥连拉很兇 喂 有一刻 那些连环搏救 喂 就 料理了 不是奥连拉 我看见乱 而已 输了 料理了 废伦巴士 料理了 摩联律 没有符 料理了 你这样也回身 但是这些 奥连拉 一个浪漫 就是说好不好 我们不担心一些搏救的 是整天是他的契委 出刑时间 喂 这些 就是 反应就是要状态救就可以了 浪漫 但是曼连呢 喂 你连歐巴也搞不定 你费林巴士 嗯 我说你真是很混乱 这个星期曼连拉在哪一队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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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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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三鹹盾 嗯 应该是没有痴牙了吧 好吧 虽然上次队狼队也很差 嗯 这个星期的大赛 当然是阿仙奴 对利物浦 如果用现在的戴来说 就属于阿仙奴 主场也好 赢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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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说什么 奥迪哥特不在那裡 你的进攻 你的路数 很远 他杀卡仔也不知是否可以 嗯 那当然 你也不可以的话 是没有机会的 有时它真巧合习 但是你说 如果 就这么看 现在赛前两队的状态 即使是 阿仙奴有主场之利 他能夠和保 都可以 好了 先講講新聞 較早前有報道 美國密歇根州的律師 叫Eddie 在清理他奶奶的相簿 即是他奶奶叫 維羅里卡 維密的時候 發現一張1933年的相簿 除了他奶奶外 有一個 似乎是華人 即是亞洲娘或者喜馬 名叫 Benjamin King 上面還寫著 To To Veronica with love 他很懷疑 究竟他奶奶和這個男人 有什麼關係 於是乎 他不斷去找資料 甚至乎因此而學中文 而這些東西 這個世界上 就只派有新人 加上有互聯網 其實現在 網絡的力量 真的無與佛界 真的無與佛界 終於 現在就迎來一個大力進展 什麼進展 就是找到 那張相片是奶奶和Benjamin King拍的 在1933年 說說說 90年 當然奶奶和Benjamin King 也不在 但是現在 他們找到Benjamin King的女兒 其實他的女兒也是美國的 原來 但是 這個Eddie 他自己在日本工作 他說 他一完成手頭上的工作 11月 再幾天 他就會回美國 回到美國 無論是天涯還是海角 他都會去見一下 Benjamin King的女兒 我想他的女兒 至少六七十歲 OK 首先 好奇心 有時候我覺得 鬼佬對於沉根的好奇心 真的很大 第二 就是 如果我們 找到 這樣的相片 寫著 To Veronica With Love 又怕 或是揭開了 家族的 是否有些尷尬事 當然 你說 那時候阿嬤 又未結婚 又或者 即使結束分口 現在都拒旺耳了 上一輩子的事 你說 如果能夠找到這些 後人去把事情組合 其實 亦都可以組合到 當時 一些美國和中國的生活形態 其實對我們 對研究歷史的人 對我們 就沒有什麼 都是會得多一些 能夠看到多一些 全貌 或者直到有一天 我真的能夠突破 那個圍道 可以做這個時間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真真正正是可以 對於研究歷史的人 會更加清楚 我覺得有一天 有這一天 這個世界 但是不要表面 用我們現在看的 時間 過的一定有這個機會 可能我們作為人類 永遠不會知道 譬如我昨天說 因為不夠時間 或者是專門說 其實 有幾個 有一個 憑死過的人 都說了類似的事情 有一個在印度 有一個在英國 有一個在日本 他們的宗教也有不同 印度那是信印度教的 在英國那是信基督新教 天主教之類 在日本那是沒有信仰的 那時候 他們說 通常 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因為你的信仰而構成 但是如果 用他們的憑死經驗回來看 這三個 既然都有這樣的信仰 但是三個都是說 有溫暖的力度 令到你很舒服 令到你在溫暖的力度 令到一兩秒之間 就醫好了你在 乘世人生裡面 那種所有的痛苦 和悲哀 所以很多你看到的 憑死經驗的人 都說 不想 譬如說 未夠時間 要回去 不想回去 他們會覺得那裡很舒服 又來 但是這幾個憑死的人 最後都得到一些 這些跟著一些 就是吹嘴 還是說真 還是說假 他們通常有五樣 或者十樣 不是六樣 一定是十五樣 二十樣 就是這樣配 十大 就是說 怎樣去 在這一身人做人 但是不能夠離開 離不開 經常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的研究 就是 說 最後 時間 你一定是審訊 人類上了那些堂 是會有 the end的 這個世界 那時候這些人 是會很平和的 什麼叫the end 大家上了個堂 理解了 那些宇宙的運行 那些宇宙的運行 就是知道這個人生 現在我不知道 Barry 你是知道 你將會經過什麼 你這次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要學 愛 或者寬恕 那你這一生人 你就是要來學 愛和寬恕 但是我作為馬田 我不知道 那些宇宙的 到了我 你離了一輩子之後 究竟我能不能在這 我就會醒醒 那個我 我有沒有學到這個愛 和寬恕 可能有 可能沒有 可能學得夠 可能學未夠 於是 夠了 原來你夠 合格 下一輩你又要學 不知道什麼 於是你去選 你老母 會選 我上次說過 那我就說 所有人都會選有錢人來做 有什麼 他說不是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 你不會這麼想的 那個時候 你是選 我要去 經歷 我要去學習 那樣東西 你會選擇 那個人生中年很痛 所以我昨天說過 英國那個女人 她因為她太貪心 她選擇三樣東西來學 那個其實她的守護神 都跟她說 你這樣受不了 但是她堅持要 結果她不是 二十歲又自殺 三十幾歲又自殺 因為 根本很痛苦 她選擇三樣東西來經歷 那這些我們可以遲些說 好了 你們兩個人說過 差點忘了說這裏 好了 但是 呃 我覺得是 這一點有趣 這個男人 他說 原來 當日他找到 這張照片的時候 跟他媽媽收拾東西 他好奇 究竟這個男人 跟他媽媽 是好朋友還是戀人 還是朋友以上戀人 未滿 究竟是怎樣 好了 於是 他更加很驚訝 那張照片 在1930年代 他很少美國大學 會見到亞洲面孔 這個是 尤其是 他媽媽 的家庭背景 來自一個 波蘭的移民家庭 為何會跟一個 好像幾號錢的 亞洲男人一起呢 而且 那時候 美國學生 其實都不是那個 讀到大學 讀到大學的 都很喜歡自己圍牢 而亞洲學生 更加少有 就算有 都想趕快 讀完書 就回去建設祖國 這個是的 三四十年代 因為那時候 其實就是 就是 滿清都倒閉了 民國時代 其實由 滿清 那個 時代開始 已經是不斷 想派一些學生出來 胡適那些也是的 就是 學習 什麼 什麼 船堅砲鯉 要學外國的東西 所以很多派出來 很多留學生的 所以他們出來 好像有一個任務 然後就回去 很少見到大學 學生 竟然是 咦 用一個 祖母估讀建立 也有疑 於是 他就去找廟 第一件事 當然 就去找回 默契根大學的圖書館 找到所有學校校有的名稱 甚至乎用AI 甚至乎學中文 逐個逐個找 終於找到 因為他有讀書 這個人原來叫 Benjamin King 叫金白銘 姓金 來自浙江 杭州 一找到名字 其他東西 簡化 很容易找到 好了 很多網友 都一起去尋找金白銘 結果 發覺 金白銘 有三個姐姐 兩個妹妹 有個弟弟 是書香世代 也是 和錢學森故居 是隔壁街 其實你也不用說 在那個年代 去到美國讀書 一定是書香世代到極 那麼 金白銘 回到祖國 在這裏說得很忍悔 即是另一屆 其實就不用說得那麼忍悔 就進了上海 金融市場 做事 在特殊時期 在特殊時期 特殊時期 去到人家吃過很多苦 話便小屌 你們倆母 是 由49年開始 如果對著這些 在外國讀書 在上海金融機構做的 由49年 我不要當49年 我當51年 由51年開始 由51年到70年代 十幾二十年 他也是特殊分子 黑五類 是含家產 OK 好了 老人家 最終是1990年過世的 那麼巧 其實 Eddie的阿瑪 就是1990年過世 我想這個 也不是說巧不巧的 但是他那年紀的同學 八九十歲 八十幾歲 那就差不多了 那麼 金白銘死的時候 單位也和他主持了隆重的追悼會 最流行是這樣的 我也不能夠派出 我們偉大祖國 怎樣也好 很多人都知道的 怎麼會不知道呢 那屌子 竟然有些人經歷完 都還想搞而已 走回頭 沒有話可說 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現在 我們偉大祖國要走回頭 那個難度高 還是美國會走那條共產之路的難度高呢 其實差不多 為什麼 我們沒有真正要走回頭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喂 你一開放就發 一收就死 大家知道 但是 美國人是不肯知道的 年輕人 我都不肯知道 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就試試看 我也是想看 老老實說 我們看這個 維娃米卡 他奶奶 和Benjamin 的舊照片 那 其實 這是一個三三年影 很明顯 金白銘 Benjamin King 他那一身衣著 我不知道那時候 那些人 是有些才讀得輸 還是怎樣 很明顯 都是有些家底 頭髮 他奶奶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我是誰 後來我看另一張照片 應該是 我們照片裏 最右手是誰 Ramonica 最矮的 好了 下一張 我們用這個籠來看 蕭雲蜜 是啊 這麼久的照片 1933年 OK的 一頭髮 那不說 這些 你說如果這樣 當然是不一頭髮 是 你真是不尊重先人 如果這樣說 好 現在 青春和年邁 同一個人 人生真是匆匆 是吧 金白銘都過世了三十幾年 你說 1933年的時候 二十六歲 即是一九零幾年出生 那 他的小孩 其實 都分分鐘七八十歲 如果現在算 是吧 七八十歲 都是這樣 所有人 都不用怕 各位網友 明天記得上來買東西 下星期再見 拜拜